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一群二白 当年赤手空拳 当年国外被人封锁 当然我们受到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打压 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领导着全体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 艰苦奋斗 所以那一代人 他们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 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奠定了制度基础 奠定了物质条件 今天我们说什么成绩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忘了 吃水不忘挖井人 乘凉不忘灾树人 十三号 深周十三号马上就要发射了 发射倒计时 我们期待10月16号 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十六号不就是星期六吗 然后就这个周六 周六下午四点 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两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神周十三号的航天员名单公布了 这是第一次我们要女航天员出舱啊 这照片 这照片 我们的女航天员漂亮不漂亮 我发了一条很短的东西 我说妈妈最美 小女儿五岁 妈妈跟小女儿 临飞天之前 妈妈跟小女儿有个约定 今天公布的消息 女航天员王亚平将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 而且还要出舱啊 说出发之前 妈妈跟女儿的约定 是以妈妈布置任务的前提 妈妈布置任务的方式进行的 妈妈说 我希望她能够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姥姥姥爷 好好学习 这个女儿说 让我飞行回来的时候 给她和她的同学摘星星回来 五岁黑小姑娘说 而且要摘很多很多 她要分享给她的同学们 好美的画面 好温馨的故事 好让人感动啊 首次挑战太空 这次挑战性非常强 这次要出差半年呢 半年呢 六个月呀 深州13号航天员 他们每个人都将创造记录 这期节目我跟各位说说 他们在天上要干些什么 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那些这个家常 已经反复宣传 已经成科普常识的内容之外 他们在天上要抱饺子 抱饺子 因为在太空过年嘛 所以这次呢 配备了饺子 10月14号对深州航天员在太空过年 这个大家看这个画面 这画面呢 这个也穿着航天服的 航天服的这位女士呢 她是航天系统的总设计师 叫黄伟芬 大科学家 她说啊 因为深州13号乘组呢 将在轨道过年 这是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在太空过年 在自己的空间站里过年 所以科研人员为他们配备了饺子 过年的时候呢 穿着和平常有点区别 所以服饰上有所考虑 过年的时候 全国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了解 航天员他们怎么在太空过年 对女航天员的生活和健康 这次呢 在保障措施方面 也有一些新的这个进步 新的这个提升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在太空过年的时间 吃饺子什么时候 应该大年三十吧 大年三十不正好是咱们看春晚嘛 所以春晚应当有一个节目 特别感人至深的节目 我们的英雄航天员第一次进入中国 空间站的女航天员和两名男航天员 他们一块儿 这饺子不用包了吧 就吃饺子 热情洋溢 载歌载舞 天上地下互动 这画面想来就让人激动 这次三个航天员啊 他们出征之前一个月 深州12号三个航天员刚刚返回来 这三名航天员 宅志刚 万亚平 夜光复 他们要乘坐我们的飞船 就到我们空间站去 房子里不能没人呢 房子有人呢 房子还得干活 房子还得搞科研 这次六个月 大家想 这六个月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这三个航天员呢 他们充满信心 对这三个三人组 三人组合来说 他们创造什么样的记录呢 让我们做一点了解 指令长叫宅志刚 宅志刚 我跟你说 我骄傲 为什么我特别为宅志刚骄傲 因为宅志刚 东北人 东北人 担任神州13号指令长 他呢 是现在个称号 就是航天英雄员一词 此前他的业绩 足以证明了 他是航天英雄 因为08年7月27号 神州7号载人飞行任务 他完成了首次太空行走 那杨立伟那是 杨 对 今天是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第18年 18年前 杨立伟 我是中国航天员杨立伟 出发 但是宅志刚他是第一个在太空行走 完成了中国人在太空的第一次行走 所以是太空漫步第一个中国人 13年之后 他现在已经55了 55岁 我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 身体不行了 记忆力减退了 能耐不行了 睡觉睡不好了 胃肠也不好了 宅志刚他每天大运动量的训练 科学训练 所以55岁的宅志刚 小老头 东北小老头 不能叫小老头 小伙子一样 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然后呢 良好的精神状态 宅志刚的性格 我们东北人知道吗 东北人说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我们宅志刚统治跟我们东北人小爷们一样 自称带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细胞 所有跟宅志刚打交道的人都说 哎呀 他太好玩了 只要他出现现场充满欢乐 深州7号任务结束之后 宅志刚回来不是人记者问他吗 问他 问他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回答大家都跟着跟着笑 记者现场都忍不住笑 你现在是电视直播 比方说人家问他 发射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他笑着说 当时吧 就好像有人从我背后光一脚 把我从正面踢到反面 完了之后呢 我就悬那了 这不是我们东北人表达的特点吗 然后呢 我就悬那了 出舱的时候 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他说 出舱的时候 我心情则说 就一打开吧 满眼未蓝 但紧接着低头一想 不得劲 外太空应该是黑色的 怎么是蓝色的 哦 原来还是地球 翟志刚幽默风趣 但是他非常沉稳 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是最重要的 他是指令长 这三个人他头 他经验丰富 甚至呢 经过生和死的考验 神奇任务的时候 这个翟志刚在刘伯明和金海鹏的配合之下 他第一次完成了太空出舱行走 很多人不知道 后来有报道说了 343公里的太空轨道上 中国人第一次和宇宙直接握手 那一刻人们看到这电视直播当中 五星红旗在神舟飞船外面的飘扬 但是不知道的是当时有多惊险 因为那个飞行周折打开了这个舱门的 摘制缸准备出舱的时候 轨道舱却响起了刺耳的火灾的报警声 飞船呢 我跟你说 最可怕的这个情况就是飞船着火 全世界航天员最怕在太空着火 那一刹那 报警一刹那 轨道之内刘伯明和这个 就马上就返回去和舱内的金海鹏检查 所有的设备 检查完了 没发现哪儿火灾 这个时候呢 轨道舱处于真空状态 真空状态 火要燃烧 得有火源吧 得有氧气 对不对 咱们学初中物理都知道 现在真空状态 轨道舱 它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着火呢 不可能啊 但是可怕的报警声一直在持续 在生死未卜的风险压力之下 摘制缸和另外两个同伴 临时改变了出舱程序 先取出五星红旗 进行太空漫步和舱外展示 然后呢 再把固定在舱外的实验样品送回到舱内 事后当然是这样 事后就分析表明说这个舱火灾报警只是一场虚惊 但是这种巨大的风险考验面前生死考验 摘制缸和他的战友表现出的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 太稳定了 了不起 所以航天英雄这称号绝不是白来的 执行神舟13号任务 这次他又带队13号摘制缸 他的航天生理功能始终保持在优良的等级 有个词叫航天生理功能 六五十五 咱们一般人你晚上不睡觉 早上睡懒觉 天天喝酒 稀里糊涂 不断练 玩的手机没完 我们很多人都过这种日子吧 自己把自己小铁哥糟进了 航天生理功能始终保持在优良等级的 已经五十多岁的翟志刚 那如果说在危险关头 他沉着冷静处置 处遍不惊 只生死于不顾 那表现是身体素质 那表现心理素质的话 那在平常每一天平常 平常的生活当中 对自己严格要求是极其自律 那是更了不起的 翟志刚已经有24年的航天生涯 对他来说 他完全知道每一次太空的机会 出征太空的机会 多么难得 和所有航天一样 支撑翟志刚的是日复一日的训练 没有日复一日的训练 你怎么可能保持优良的航天生理功能 为什么 热爱 是热爱 也是责任 他认为自己就是为飞行而生的 飞行带给他的荣耀和自豪 能让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眼前的事情 除了这个 没别的东西 深入7号任务之后 翟志刚成了一名显赫的 大英雄航天英雄 13年之后 这次对他话来说 最难的呀 不是训练有多难 也不是工作有多难 也不是学习有多难 最难的是 怎么把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用最高的标准做好 而且热情十遍百遍的重复做一件事情 这叫什么精神 这就是航天员精神啊 咱们平常人如果的这个用百倍的热情 十遍百遍最高的标准做好每件事情 那司马满频道就不会出那么多的字幕差错 小编 我骂了也没用 我训练也没用 反正经常出差错 我自己也口误连连 我自己呢 水平也不高 但是你说像我这样的人都已经老朽了 朽木不可雕野 我可以有航天员的精神 但是要把我水平提高到胡锡进那种程度 那怎么可能呢 想也不要想 所以如果做自媒体的人到空间站去 选一个人的话 推荐胡锡进 我就不去了 胡锡进比我年轻 也五十多岁 现在是这样 随着那个年龄增长 年龄的增长 经验的增加 翟志刚 他对那套训练他太熟悉了 不但熟悉 而且他形成了独到的深刻的见解 所以现在教练在训练他们 翟志刚 他不单是一个参与训练 而且他会根据自己的实践 然后呢 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这个想法 可是 他经验这么丰富 大家那么虚心向他求教 他对一切了如这样 而且 在太空经验他最为丰富 他依然是小学生的心态 这是什么 这也是航天员精神 我们很多人 过来人 牛 觉得自己吃的严 比别人吃的饭都多 觉得自己走的球 比别人走的路都多 居高的一价 牛轰轰 尤其是当个什么官啊 什么长啊 什么书记啊 什么什么什么头啊 好家伙 你看那威风 抖得不得了 所以 翟志刚的精神 有很多很多方面都知道我们学习 我们不一定学习他上天 但是我们要学习他 有这种精神境界 翟志刚 他自己给自己有个定义 他永远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参加新任务的新航天员 先按照要求把训练完成 之后再去和航天员教练沟通自己的想法 结合自己的太空经验 提高训练的针对性 翟志刚认为这才是一个老航天员应该做的 才能在未来的飞行任务当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引导 引导飞行 实际上我们的东北老乡 翟志刚啊 航天员对他的评价 航天教练对他的评价太高了 说他对任务的理解和思考啊 都非常深入 说他常常能够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 尤其是在出舱训练方面 教员们经常把他的操作步骤 录制成视频 让大家训练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航天员 同样上航天员 许多人也评价 说志刚啊 他不仅跟他在一起 不但是快乐 放松 而且收获信心 都是正能量 他说话很知就了当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而且给予所有的人一鼓励 所有的人跟他在一起 欢天喜地 高兴 提高效率 兴奋从容 翟志刚他这个人 很多人不知道 这次我不知道 空间站呢 地儿大了 是吧 时间那么长半年 展示一下我们那个东北老 像翟志刚的才华好不好 你知道他出了体育活动 他非常喜欢影视歌曲 他有个拿手的好戏 你知道干嘛吗 吹萨克斯 吹萨克斯 那是他的拿手乐器 神舟七号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过说 由于自己日常 最多的就是训练 已经好久没吹萨克斯了 为了魔力心性 他在训练之余 他还写字 嘿嘿 书法爱好者 你看我们两个共同爱好 东北文还共同爱好书法 翟志刚的秉析宁神 写字 挥毫泼墨 相当有一手 真是不得了 所以这次如果摘之刚 萨克斯不知道这东西 反正是有点重量 拿上去让不让允许 不允许条件行不行 自然不知道 但是翟志刚展示一下 一张纸能有多重啊 带到太空去 过年的时候展示一下 哎 我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祝全国人民春节快乐 给您拜年了 哈哈哈 关于女航天员 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第一次女航天员飞天 这个事儿的介绍一下 王亚平 王亚平80后 标准80后 你瞧人家 1980年出生 其实大家对他不陌生啊 他太空教师啊 这次是王亚平 2013年深州10号任务之后 再次进入太空 所以呢 他又增添了一个标签 是什么 首个进入中国空间站的 女航天员 首个空间太空站 停留时间最长的 中国女航天员 以及首个出舱的 中国女航天员 三个首个 王亚平不简单 深州10号任务的时候 王亚平在 在内海胜张小光的 这个配合指示下 张小光 我跟各位吹个牛啊 我跟张小光一块吃过饭 我跟杨立伟照过相 我跟张小光吃饭的时候 他也吹萨克斯 他唱歌唱得相当好 而且呢 他也是 也是跟张小光一样 说我们东北人 我们东北出航天员 服服 服服 我们东北出航天员 这个 王亚平那次呢 完成了一趟 40多分钟的太空授课 太空授课 在地球上你授课 这太简单了吧 但是太空授课 利用失众环境 他授课了多项 物理实验 这堂课 学生感兴趣 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感兴趣 全世界高度关注 所以呢 王亚平就有了一个 称号叫太空教师 从那以后 他经常收到很多孩子 写来的信件 说王阿姨 太空授课 讲的那个实验 怎么样 怎么样 说王亚平 他感受到了作为航天员 上太空啊 太空授课 那种美好的体验 这个航天员 你发现没有一个特点 没有 女航天员 怎么都那么漂亮啊 怎么都那么美呀 太美了 中国的这个女子 应该怎么美 什么叫时代之美 什么叫 嘿 我是觉得那种英气 那种健康 那种没有雕琢 没有病态的美 我突然间想起 咱们影视圈里面 那些明星 不能说那些明星 得罪所有的人 有的明星 那个脸本来是这样的吧 他一定要给弄个蛇精脸 这样 蛇精脸 我一看 我有恐怖的感觉 尤其这么看你的时候 咬咬花朵 那蛇精脸 你恐怖不恐怖啊 好多女孩 盲目的模仿 把自己弄成蛇精脸 把这塞了 这塞帮子 都要给他错了 错了之后 才能弄成蛇精脸 所以咬河鸡受影响啊 是吧 那么还有 还有女孩子 应该长得不难看 但是他把自己弄得 那个样啊 腰野 腰野 一说腰野 我就想起来 这个傅政华取替的 天上人间门口 那一堆 那种花花绿绿的感觉 到底什么是美啊 到底什么样的姑娘是漂亮 我觉得英雄的女航天员 带给我们的 如果说我们的男航天员 是个大写的 阳刚的一撇 那么我们女航天员 就是阴柔的一纳 这种阴柔当中 也透着英气 所以我是有一种感觉 我看有的那个女演员 对经常有人问我 你认识不认识谁是谁啊 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40年我就在北京 北京二环三环 四环圈里转来转去 演艺圈 什么文化圈 你说我得见多少人呢 实话说 我一点都不是不发射赛 我是看那帮的一个 呲啦啦乱叫 后边跟着粉丝的 那种水光流滑的 油头粉面的人呢 我不看 我不看 当然我也记不住 我没必要看 当然有小粉丝问我 我就说我没见过 其实我可能见过 但是我见了也记不住 为什么我不想记住 我没印象 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呢 王亚萍这样的女子 那是时代之美 王亚萍这样的女航天员的身上 我觉得他有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中国人那种翻身 那种蒸蒸日上的 伟大祖国 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那种时代的风貌 自信的笑容 洋溢在他们脸上 所以从航天员身上 我们看到那种 时代的精神风范 风范大国民 这次 对对 我又说跑题了 我本来是想说 太空实验最难中的 水球实验 水球实验 王亚萍持续晃动的 水球当中 水球在晃 他往里注水啊 悬空啊 地面团队非常担心 水球会不会破裂 但是呢 最后水球完美呈现 所有人发作 醒悟的警探 惊探 这太牛了 平时绝对功课 做足了 他是想给人们一个惊喜 王亚萍事后说了 说实际上在准备过程当中 更大的水球都曾经实验过 太空教室 真是太美了 很多人不知道 王亚萍他怎么就成了女航天员了 原来是开飞机的 开的什么飞机 不是战斗机 不是新型战斗机 是运输机 2003年那时候 18年前 杨立伟第一次飞天 通过电视 他目睹了 目睹了杨立伟飞天 成了中国人飞天第一人 那个时候 王亚萍才23岁 他当时就动了 当女航天员的念头 神石飞回来之后 有小朋友问王亚萍 说那你在太空当中 会不会做梦啊 他说在太空啊 不管做不做梦 我都已经在自己的梦里了 当航天员 就是他的梦 对王亚萍来说 神石的任务 是他实现飞天的开始 有足够的 这个足够多的可能 重返太空 这是他的航天员生涯 和太空之旅 开始 8年来 他终于经过自己 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自己的状态 以自己的经验 他迎来了第二次 太空的飞行 这次空间站任务 王亚萍再次表现 他表现出不服输的个性 空间站任务出舱 这是个大头戏 出舱啊 出舱首先是大负荷 大负荷什么概念啊 他跟航天员的比比例啊 体型比例 展现先天优势 那男的当然厉害了 女航天员 加压之后的舱爱服装 你知道 你要花费多少努力才行吧 这个出舱啊 穿那个服装啊 特别需要力量 特别需要上肢的力量 女航天员呢 他天生就没有那么大力量 很多人就没有具体概念 你知道出舱 他这个舱外服实验 做下来是什么概念 200公斤 200公斤是多少 400斤啊 他后来实验的时候 参加这种训练的时候 才知道多要劲 在200公斤的舱外服装 工作5到6个小时 200公斤 5到6个小时 他训练完了之后 手都抖得拿不住比 吃这份辛苦 当航天员能吃得到航天员 这份辛苦的人 那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所以王亚平呢 真是了不起啊 那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 王亚平就加大训练强度 放弃很多假期 他的体制训练教员 提到说每次王亚平提出 要出舱任务 加练毕利 他抓握千球 俯卧撑 举杠领 体制训练当中 他总是走得最晚 每次呢 都要完成水下训练 王亚平每次呢 都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他甚至经常和其他航天员 比一比谁的肌肉块 我的肌肉块也不错 只是在这 我年轻的肌肉 现在完了都卸了 哎呀 真是了不起啊 王亚平 我是佩服 王亚平爱好 他是也爱好摄影 爱好音乐 爱好运动 爱好理性 和现在很多80后的女孩 一样喜欢团结 学作类的体育运动 打篮球 羽毛球 双打 田径 接力赛 他认为这种运动 让他感受到战斗的幸福感 他喜欢音乐 他的习惯是 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 手摸旋钮 然后呢 就把音乐打开 在音乐生当中 再做其他的事情 这次呢 长达半年的太空生活 王亚平 他也曾经想过 怎么过年啊 过年 准备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在半年的时间里 没有足够的时间看 王亚平 中国最美的女子 在太空当中的表现 他对这次任务 信心怎么样 记者采访的 他说 都说飞行是不确定的意思 但对航天员来说 我们在天上的表现 最终 最终是确定的 他期待能够在太空 回望美丽地球 过一个不一样的出息 新面孔夜光复呢 和两个航天员一样 关于光复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 再跟我介绍时间到了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